各位好,本期依旧是水视频来说一下如何通过Docker版的CUPS来进行打印机的共享 一些老式的打印机不支持无线打印,也没有网络的功能 像我这一台爱普生的L313,每次使用的时候只能连接USB接口进行使用,非常不方便 所以需要借助CUPS来进行打印机的共享 这样局域网内的所有设备都可以连接这一台共享的打印机 并且CUPS还支持苹果的隔空打印 如果你是苹果全家童,使用体验会非常不错 当然安卓的话也可以安装相应的软件的实现隔空打印 CUPS是一个通用打印系统,苹果曾经收购和维护过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在Docker上进行部署 如果你刚好有一台NAS,那么就可以配合CUPS来进行打印机共享以及隔空打印 我尝试过安装多个版本的CUPS的镜像 但对于我这台打印机来说,很多镜像的驱动支持不好 就算自己把驱动给打上去了,延迟也很大,体验不是很好 多次测试下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对完善的镜像 支持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打印机 本期就在卫联通以及群晖NAS上进行演示 如果你的是其他NAS系统,并且支持Docker的话 都可以按照本期的视频来部署 好的,在开始前呢,首先来说一下群晖目前依然自带支持的打印机共享服务 首先将你的打印机连接到群晖的USB接口上 我目前的这个系统呢是6.2.3 你可以找到这里的外接设备,有个打印机 当你点击进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有连接成功的状态 你可以点击打印机管理,设置打印机 这里的话就默认设置网络打印机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扫描啊其他功能的话可以选择第二个 这里有一个启用苹果的无线打印,也就是隔空打印 前提是呢,你接入的这一台打印机呢,群晖自带有这一个驱动 像我这一台爱普森L310呢,在这个列表中就找不到这个驱动 所以这个无线打印就没办法用了 只能默认使用它的网络打印机 所以说如果你的打印机在这里有这个驱动的话 那么直接点击就可以了 那么你就完成了网络的共享以及隔空打印的设置 那你就不用再费心去安装这个CUPS这些东西了 那么这里添加的,怎么去添加这个共享打印机呢 连接上去之后,然后安装这个群晖助手 点击打印机设备新增 然后这里就会发现你连接在NAS上的这台打印机 选择下一步 然后这里会让你选择你的打印机的型号 最好的话是将你打印机的驱动先安装完成之后 在这里进行添加 然后下一步就完成了添加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如果你是苹果笔记本 打开这个系统偏好设置 找到打印机与扫描仪 然后点击添加打印机或扫描仪 通过群晖系统自带的打印呢 它这里会有一个USB print 就是点击这一个,然后选择你的驱动就可以了 当然前提是安装了你打印机的驱动 这里就可以选,然后选择添加就可以了 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呢 你是需要开启苹果的这个BONJOUR这个服务 搜索就可以了 在高级设置里将这个启用BON的这个服务发现打勾 确定就可以了 好的,这个就是群晖自带的系统内置打印机服务的设置 当然本期我们的重点呢是安装这个CUPS打印服务器 这个打印服务器呢支持的打印机的型号呢更加多 只要你的NAS支持这个Docker都是可以的 像微联通就是containerstation没有安装这个的话 可以在APP中心安装 群晖的话也是在这个套件中心安装这个Docker就可以了 可以说只要你的NAS支持Docker 都是可以部署这个CUPS来进行打印机的共享 以及使用它的隔空打印 在苹果全家桶上呢使用这个隔空的无线打印的效果呢非常不错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普通的不支持远程打印 或者无线打印的打印机呢 把它变得更加智能共享 以及可以实现无线打印的功能 好的,下面进入这个安装CUPS的正式过程 首先呢本期我会在微联通以及群晖上面来演示一下 它的安装以及部署的过程 首先不管你是微联通还是群晖 首先要开启这个SSH和这个BON的这个服务 像群晖的话你可以打开控制面板 直接搜索BON 然后找到这个高级设置 把这个服务发现打勾应用 然后再搜索这个SSH 将这个启用的功能应用打开就可以了 然后微联通的话也是一样 找到控制台 然后搜索这个服务 这里有个服务发现 把这个启用BON的服务打勾应用就可以了 然后再次搜索SSH 然后把这个允许搭勾应用 第二步呢我们就是配置这个CUPS的安装命令 其实群晖版和微联通版的这个安装命令呢 它是一样的 区别呢只是这两个映射路径的不相同 在配置这个安装命令前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本期使用到的这个Docker镜像 我使用的Docker镜像呢是YDKN COPS这个镜像 可以看到它更新的日期呢是4天以前 说明呢它一直是在维护中的 维护之中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可以搜索这个CUPS 这里的话选择最近的更新 有人维护自然它的热度就高 自然它支持的打印机型号以及驱动就多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100万加以上的下载 就是这个YDKN的CUPS 但是它支持的是X86架构的这里呢它自己也有提示怎么去安装 那么的话我们就使用这一个镜像来进行安装命令的配置 首先的话我来说一下 未联通安装CUPS的命令配置吧 首先要安装containerstation也就是Docker 然后在Docker中依次新建这几个文件夹 返回你未联通的管理后来找到这个文件总管 找到container这个文件夹 在你安装Docker之后呢 这一个文件夹肯定是会有的 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夹 就新建CUPS的文件夹吧 选择确定就可以了 我这里已经新建好这个文件夹 然后点击进去 然后再在这个CUPS文件夹中 依次新建这两个文件夹 service和confug文件夹就可以了 注意如果你也是命名CUPS 并在里面建立和我一模一样的文件夹呢 那么这一个安装的命令 你就不用去更改了 你就可以直接完整复制这个命令 如果你的路径不太同呢 你就可以把命令中的这两个路径设置为你实际存在的路径 可以看到这个宏宽中的路径呢 就是对应这个container文件夹中的CUPS以及confug文件夹 这个service呢 他就和这个service进行了映射 所以说如果你在其他的文件夹中设置了其他的路径 你把这里替换成你正确的路径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跟我一模一样的操作 那么这里你就不用做任何的更改 这个命令就是你的安装命令 好的未连通的安装命令我们就先确定下来了 下面来说一下群晖的安装命令的设置 我们先把这个安装命令全部确定下来 然后再进行正式的安装 因为后续的安装过程都是一样的 群晖的话也很简单 如果你不想使用它自带的这个CUPS服务呢 我们首先要添加以下的命令呢 禁止内置的CUPS服务启动 首先复制这四行的命令 然后返回群晖的后台找到控制面板 找到这里有个任务计划 点击这里的新增 这里有个触发的任务 用户自定义脚本 这里的话就输入一个名字吧 比如说CUPS STOP 就是停止的意思吧 然后任务设置 这里就粘贴你刚刚复制的这四个命令 然后选择确定 然后这里就是你添加的这个命令 打上勾 然后选择保存就可以了 当然我之前的话也添加了这一行命令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当你使用Docker版的CUPS的时候 就不会和群晖内置的这个命令有冲突 注意这里的事件呢是选择开机的 也就是说一开机的时候 他就运行这一个命令 把内置的CUPS给停止掉 这样才不会有冲突的产生 如果你不想用Docker版的CUPS呢 把这个删除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内置的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好的 添加完这个禁止启动的命令之后呢 群晖呢依旧是需要在这里进行文件夹的创建 以及印射返回后台找到FireStation 你安装Docker之后呢 这里会有一个Docker的文件夹就这里 然后和前面一样依旧是新建一个文件夹就CUPS 我这里的话已经新建好了 然后再在CUPS中呢 新建Config Service文件夹 注意这里呢依旧是有一个路径 我们需要把这个路径设置成群晖实际存在的路径 比如找到Config 然后点击右键属性 直接把位置的这一串给复制下来 然后将它粘贴到Config这个文件夹中进行粘贴 Service呢也是一样的 翻为Service文件夹的右键属性 然后完整复制这一串命令 然后替换蓝色中的这一串 然后粘贴 它就相当于把这一个文件夹和容器中的Service文件夹 以及Config文件夹进行板定 然后其他的话就保持默认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群晖的安装命令的设置 下一步呢进入SSH的命令安装 首先搜索Party官网 找到这个官网进入下载这个Party的软件 下载完成之后打开Party软件 在这里呢就输入你NAS的后台地址 可以看到我群晖的是.2.3 微联通的话是.2.2 反正确定你是群晖还是微联通 然后输入正确的地址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NAS的后台IP地址 端口的话一般默认都是22 选择open打开 这里有个login也就是以哪个用户名进行登录 就输入你NAS的后台的登录用户名 不管是群晖还是微联通 直接输入你真实的登录的用户名 然后直接回车 这里呢有个password就是让你输入登录的密码 注意这里输入的密码呢是看不到的 它是隐藏的 然后输入完成之后直接回车就可以了 当你看到这个界面说明就登录成功了 因为群晖和微联通的登录呢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就直接以任意一种来进行演示就可以了 然后呢如果你是微联通的 你前面已经确定了这个安装命令对吧 直接复制好这一串安装命令 如果你是群晖的根据前面的步骤呢 你肯定也确定好了这个安装的命令 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复制之后呢直接点一下party 点一下鼠标右键 它就自动粘贴了 就把你刚刚复制的命令给粘贴上去了 直接回车正常来说呢回车之后它这里会有那种进度条去下载 因为我这里的话已经安装过了 我的镜像呢已经存在于本地了 所以它就直接使用本地已经下载过的镜像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呢 当你看到有这么一长串的数字 说明CUPS呢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然后返回你NAS的管理后台 找到Docker 会连通的话也是一样 进入containerstation 然后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有个CUPS 这个Demon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这里来 注意如果你想你的容器与其他的名字显示呢 你可以把这里改成你需要的名字就可以了 像群晖这里的话也是一样的 这里就改成你自己想要的名字就可以 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或者按照我默认的这个CUPS 随意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它默认的是停止的状态 点一下这里的启动 你可以开发现 如果这里提示有失败 那么你就是没把你的打印机连接到群晖上面 我们通过USB连接上去就可以 好的我现在连接上去了 直接启动 你可以发现它没有错误提示了 所以说正确启动的前提呢 是你的USB打印机呢 要连接到NAS上面 群晖也是一样 运行之后呢 你正常来说会有个CUP M57 因为我这里设置的名字呢 就是CUPS M57 然后把这个开关打开 显示运行中就可以了 好的那么 威联通以及群晖的CUPS呢 我们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们就进入CUPS的管理后台 注意这里的后台的端口呢 是631 也就是加上你NAS的IP地址 然后加631端口就可以访问了 好的 你NAS的IP地址加631端口 回车就来到这个访问 你可以点击admin station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的 add print也就是添加打印机 这里呢会提示必须要通过这个访问 如果提示不安全的点击展开 然后继续前往 然后继续点击这里的添加打印机 输入账户名和密码 都是默认的admin 登录成功之后呢 找到这里有个local printer 就是本地打印机 此刻呢 它是通过USB接口连接的打印机 然后将这个打上钩 这里呢 正常来说你的打印机会在这里进行展示了 当然你的打印机这些都全部要开机 我的就是爱普森L310 所以我就选中它 然后选择这里的继续 这里的名字呢 可以随意命名 或者你让它保持默认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有个分享 把这个分享这个 共享这个打印机呢 打上钩选择继续 然后这里就会显示你的打印机的品牌 因为前面这里已经显示的是爱普森 所以它默认的话会帮你选择这个品牌 如果你是其他品牌的话 点击这里 这里出现了许多品牌的这个打印机 然后选中你的品牌选择确定 可以说这个镜像的支持的绝大部分的打印机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驱动的问题 像我这个是L310对吧 那么你可以Ctrl加F 在右上角进行L310的搜索 或者你可以拉这里进行查找 可以看到我的L310的型号呢 就在这里选中你的打印机的型号 选择添加打印机 然后这里的话可以保持默认 这里就设置默认的选项 当你看到这里有个Successful呢 说明就添加成功了 点击这里的Print打印机管理 然后你看到IDLE这里就是空闲状态 没有其他任何提示的话 说明就打印机就成功进行驱动了 然后点击这里的Quint name打印机的名字 这里呢你可以打印这个测试页 或者说更改打印机 删除打印机 或者重新修改默认的选项之类的 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个Quint test的配局 也就是打印一个测试页 你看这里有个打印的状态 然后你发现这个打印机呢就正常运作了 这个测试页只要打印成功 说明你就已经配置成功了 反正打印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测试页 它的打印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在Windows以及苹果电脑 苹果手机上来去添加这个共享的打印机 实现隔空打印以及远程打印之类的操作 首先来说一下Windows怎么添加 首先点击Print 然后点击这里的名字 这里有个地址栏对吗 我们复制这个地址栏进行打印机的添加 进入你电脑的控制面板 找到设备和打印机 这里有一个添加打印机 点击这里的我所需的打印机位列出 然后这里的话可以按名称选择共享的打印机 注意这里有个https 如果是https把这个s删掉 如果有s的话会连接不成功 这里的地址和这里的地址是一样的 区别呢只是他们少了一个s 然后选择这里的下一页 这里他就成功识别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L310的型号的显示 当然前提是呢 你最好是先把你的打印机驱动给安装上去 这样添加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直接识别这个驱动 然后选择确定 这里会显示正在连接 然后以成功添加 然后选择下一页 然后你可以打印一个测试页 这里提示呢 已将测试页发送到打印机 依旧是返回你的打印机 你就可以看到成功的打印了这个测试页 Windows上的测试页呢 是长这样子的 能打印成功 说明这个Windows就添加成功了 如果你是苹果电脑 找到这个系统偏好设置 找到打印机与扫描仪 点击这里的加号 这里呢 会显示一个临近的打印机 直接点一下他 这样就添加成功了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的 这个临近的打印机呢 也就是他通过这个隔空打印的形式 好的 现在找一张图片来进行打印测试一下 然后打印机就选择你刚刚添加了这个 其他的话 设置好纸张尺寸这些就不再多说了 点击打印 这里的话就是状态 好的可以发现呢 苹果连接之后也成功进行打印了 好的 苹果笔记本就添加成功 那么苹果手机上怎么使用这个隔空打印呢 首先呢 你的网络呢 要连接于和NAS同一个局域网之内 比如说打印这一张图片对吧 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这个分享 然后找到这里有一个打印 这里呢 会有一个打印机 这里呢 就是显示已添加到NAS中的 这个可以支持隔空打印的打印机了 可以看到DSM呢 就是我在群晖上测试添加的 这个QNAP呢 就是微脸通的 目前呢 它是接在微脸通上面 选中之后 如果你要打黑白分数之类的就设置 然后选择这里的打印 有什么提示啊 选择继续就可以了 好的可以发现呢 已经成功的打印了 好的 目前打印的这张图片呢 就是我刚刚添加的这个无线打印的图片 尺寸呢 那些你可以自己去设置一下 反正最终呢 是成功了 好的通过这里的演示呢 我们就在群晖以及微脸通上面 成功安装了这个COPS 完成了共享的打印机 就把我们普通的打印机呢 变成可以支持共享 以及支持苹果的隔空投送之类的 这样你在家里的任意一台电脑呢 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络直接连接到这个打印机 就不用在每台电脑上切换这个USB的接口之类的 非常麻烦 需要注意的是 我建议是使用这个COPS的镜像 因为这个镜像呢 一直有人维护 像我之前的话 使用的是这一个镜像 你可以看到它是在五年前更新的 许多的驱动 它已经不支持了 像这种呢 一直在维护更新中的 它的驱动呢 就非常完善 不管是市面上 新的打印机啊 出现之后呢 它都会帮你去匹配好这一个驱动 就不用自己去手动安装 手动安装这个CUPS的驱动呢 非常麻烦 当然这些服务呢 已经开启了自动启动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重启还是重新 对NAS进行开机 这个CUPS服务呢 都会自动运行 就不用你去手动的去打开 这样的体验呢 就会非常好 好的 那NAS的打印机的共享的服务呢 就是这样 如果你是Android的 或非NAS 或其他等等的NAS 那么你可以打开这个Docker 然后通过SSH的形式呢 进行安装 也是一样可以实现打印机的共享的 这里的话就不再多说了 好的 本期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